有些事情到現在 仍然是說不清楚 在立法院裡面 質詢高鐵董做的時候 說那300萬的問題 人家根本不愛理你 這些立委的質詢 再來我們看到 在三個禮拜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小綠罵了大綠 罵完以後這麼一講 現在大綠群起圍攻 就是要把你小綠的頭 柯文哲給轟下來 是立剛今天有一個 我們高鐵的董事長 高鐵董事長 原來是非常非常大 比立法委員大多 多不宜 多不宜共布 謝謝 所以說就是 那個 江董事長 你怎麼我還沒有打 講完你 你轉個身你走 你什麼意思 你這什麼態度 我是不是在講一遍 你有沒有聽到 我是不是在講一遍 問題是為什麼他官規這麼大 他靠了誰 還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是據說 他本來是中延院起出生的 後來在阿扁時代 開始受到重用 受到重用之後 從那個時候一直累積的人脈 阿扁政府時代到現在的 然後後來等到蔡英文二次執政的時候 本來他一直屬意的就是什麼 中鋼董事長的位置 結果當時你知道 那時候林權還在當院長的時候 本來已經屬意說高鐵你就來接 然後結果你知道 這麼狂 對 我跟你講 甚至10月初 林權親自去找他說 你就來接高鐵董事長 然後結果呢 不要 還可以拒絕 我只要中鋼 因為我是扁朝時代的紅人 後來一直到10月底 看看實在沒機會了 才只好鼻子摸摸去接高鐵 這個是他心不甘情不願的 但問題來了 你以為是因為高鐵董事長薪水 比中鋼董事長薪水低很多嗎 我跟你講不是 不是為了錢 高鐵1000萬 董事長1000萬很高的薪水 可是中鋼董事長這500萬 因為高鐵董事長薪水高歸高 可是他就是一個高鐵 其他什麼都沒有 你知道中鋼下面子公司村公司 好幾十家 你一大堆董事長總經理 這些人全部都是在我的掌控之中 所以他當然要這一個大的位置 所以林權都說不動他 賀成蛋當時又拿他無可奈何 你就知道有阿扁 有蔡英文這種勢力在背後 你看官位是我挑著做的 所以你立法委員算哪根充 我當然不太理你 但是我跟你講 最近有一個人很嗆叫柯文哲 柯文哲直接嗆陳菊說 你上半生做過勞 不代表你下半生可以為非作歹 那個民進黨一堆人 說你要道歉 你要道歉 怎麼可以這樣講 然後結果你知道 柯文哲先回管他了 後來說台灣又不是你新潮流的 更不是你民進黨的 柯文哲的話是講得很衝 但我請教一下他有說錯嗎 沒說錯 他本來沒說錯 你們就是這樣幹嗎 難道你上半生對國家有貢獻 你下半生國家任你貪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當然不是 你還是要以身作則 還是要好好去執政 問題是民進黨 你現在就是天怒人怨 那陳菊更不要講 為什麼你執政完之後 丟給陳其邁 陳其邁一來一回 居然你算起來大輸 韓國瑜70萬票 為什麼會輸這麼多 不就是你執政搞得 大家都已經受不了了嗎 當局執政十二年 他的公務人怨 貪獨跟委託文書說 公共一百控保安 一百九十四的起訴 這種團隊民進黨那裡議員 沒半的人跟他講一句話 一個韓國瑜市長 帶這些團隊拚得沒命沒日 這樣說都不會這麼多 許崑源說得很透徹 但有人說藍軍的 國民黨的人當然這樣講 陳佩奇總不是國民黨 陳佩奇講什麼 一個替四名還債571的市長 通人罵雜誌民調或市政評評 永遠倒數第幾名 但實在搞不懂欠債欠幾千億的市長 通人捧 民調永遠第一 我跟你講 詭異的不只是這一些 我們都知道之前 全台灣最會跑的人趙家寶 一旁跑了快五年 對不對 還終於被抓了 那是陳菊的愛將 但你以為陳菊愛將只有這一個嗎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叫蕭裕正 這個蕭裕正什麼時候起家 就是所謂的黃俊英會選抓到了 當時就是他去搞出來一戰成名 你會去抓別人會選 表示你很連結 應該是吧 錯 我跟你講 他會去抓別人會選 表示他最會會選 搞到最後他堪更兇 就是怎麼樣 他自己在環保局局長期間 他為了幫一個民進黨的人助選 然後自己看起來 好像自己掏腰包 去請了那些清潔隊員 這些東西吃飯 然後還要求他們 指示他們怎麼樣 去詐領加班費 這樣等於是給你一個好處 結果他就這樣搞… 你知道他在幫誰助選嗎 幫誰 李昆哲就是陳菊的外甥 陳菊的侄子 幫李昆哲在助選 對 他幫李昆哲助選 結果他被判了兩年 陳菊一開始來力挺他 挺… 挺到後來 他被判刑了之後 好 我幫你調非主管職 你看厲害吧 我反正怎麼樣 這一個人是我的中心的中仆 我就一定要護航到底就對 根本沒有什麼是非可言 所以國家這樣搞下去 怎麼能夠不敗壞 但立剛以上發生的行為 都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現在根本已經忘記 什麼叫做禮異廉恥 你知道什麼叫做示威嗎 你知道示威是什麼 我考你 示威是什麼 沒有 你忘掉了 我告訴你 禮異廉恥 你一定知道 八德是什麼 我先講另外一個議題 不要再糾纏你 我剩兩分鐘了 不要再說 我們那裡有示威 示威是什麼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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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德是什麼 桃園有巴德 這樣子 立剛 審委員問了非常明確 示威巴德 為什麼要問示威巴德 因為你們教改 把示威巴德全部改掉 學校都看不見了 結果我們堂堂一個行政院長 在那邊跟人家講什麼 示威 示威 但是我跟你講 民進黨為什麼現在叫雙標黨 我跟你講一個最切身的例子就出現 香港不是現在有一個進謀 結果徐國勇就跳出來說 你看這個就是因為 共產極權惡劣 我們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結果你知道2018年的時候 當時四月反連改遊行的時候 徐國勇當時是行政院發言人 他才講說禁止蒙面 當時他說禁止蒙面 當時他說禁止蒙面 然後結果現在人家去問他 他說對 我當年是有講過 可是問題是 台灣跟香港是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的法源不同 這個所有別不一樣 事情是隨你怎麼瞧 標準是隨你來定也就是 所以難怪柯文哲要說 國家法令在那要怎麼執行 不然就警政署出來講 這種東西不是你們民進黨 今天高興變過來 明天高興變過去就這樣算了 所以他們真的在支持香港嗎 錯 他們只是一輩子都在消費香港 可是永華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剛剛看到立法院裡面的資訊 你可以注意到高鐵的動作 兩次到在立院去背群 可是態度滿囂張的 可是現在傳出來說 原來他本來不是想要坐高鐵坐的位置 居然是想要坐中鋼董坐的 看起來現在這時候 這些大位置 只要你是小一男孩 或者是小一女孩 你態度能夠那麼囂張 因為重點是在於 背後有人當你靠三 江耀忠 那你是檢察官是吧 偵查不公開是限制司法人員 並不限制一般人 包含你江耀忠在內 這第一個 那陳明文這個300萬 他就遮遮掩掩 事實上我今天 那我透露一個消息好了 要去提領300萬的那個胖胖的 我的內線跟我講 至少三份錄影帶都有 那截至目前為止 請問蔡英文政府江耀忠 好 董事長你們到底要不要查 你們到底要不要查這個案子 所以江耀忠 大家或許都是認為 他是阿扁的人 他幾乎都是阿扁的馬前竹 然後他又得到 這個獨派大佬的重用 所以那個時候 你多少人擋他去接華航董事長 阿扁還是用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在中綱的時候 他在中綱的時候 就是菊姐跟黃俊英 他們兩個在競選過程當中 江耀忠說認為黃俊英可能當選 所以中綱那一次 幾乎沒有什麼動員 那陳菊上來 為什麼非把他給拔掉不可 原因非常簡單 原因非常簡單 你就是沒有幫我動員 沒權利挺局 你沒權利挺局 到了蔡英文執政 他接了高鐵董事長 我現在告訴你 他怎麼說服小英的三件事情 第一個 那我懂得軌道 所以高鐵案男生 那我可以第二個 四年四千四百億 好 軌道工程 那我行的 還有一個 大家通通忽略了 因為江耀忠 他過去在成功大學是搞造船的 所以他是說 既然潛進國造 國建國造 略而建國造 他都有興趣參個一咖 這也就是說 我說他是阿扁男孩 他是阿扁男孩 他是小英的重臣 況且蔡英文這是競選連任 因為他跟獨派的關係搞得不好 這個獨派大佬又舉足輕重 所以江耀忠的官位 他才會弄得那麼穩 村長 我們看著那江耀忠 你可以注意到 他一路從扁政府時期 一直到達蔡政府時期 吃香喝辣可是20年的時間 陳明文掉了300萬 好不容易他到了立法院裡面 卻是這麼的囂張 背後沒人撐腰 誰敢這樣子 我們這搞不清楚 為什麼當時馬英九 當總統的時候 民進黨安排那麼多的人 在各個部會 各個國營失業 為什麼沒有拔掉 然後讓這些人 繼續留著在那邊吃香喝辣的 你看有時候沒出事 你還不曉得 因為你根本不會去注意到 這號人物 你怎麼知道羅雅美 原來是當時阿扁 就已經安插進去 你又怎麼知道說 江耀忠也是阿扁時期 就安插進去 這些就滿朝近視吳英寧 這些從中上來的 結果每一個個個傲慢 你看實言案的時候 陳菊你應該這個專案報告 你應該要去報告 他就不去就是不去 你看吳英寧後來最後 說什麼他就是不願意上朝 你要怎麼樣 是不是 柯碧也拿他沒辦法 然後北龍的董作 也拿他沒辦法 他就是不願意上朝 我就不願意上朝 所以這個就是已經 真的是剋誰你知道嗎 民進黨這些有權有勢的人 只要這個 他能夠直達天丁 他這個是誰都不怕 你看立保委員 反正背後三個大 有來就已經了不起了對不對 搞不好他就下次再叫他的時候 他不來了 就一切都在調查中了 偵查不公開了 體制整個都破壞掉 這就是民進黨 所以坦白講 你說年輕人 你說亡國感 什麼叫亡國感 中華民國體制 官場文化全部都破壞殆盡 他這不是改革你知道嗎 他這個腐化你知道嗎 腐敗 你如果說這個我們 這一次如果沒有斷橋的話 你怎麼知道說 這個港務局原來也是一樣 是抽擁 而且你看看這個 好像二十幾年來 好像都沒 連鋼索都沒檢查 對不對 就出事情了 橋就斷了 對嘛 所以你看 如果說你只要這樣抽擁 然後那二十幾歲 就可以去當什麼 台船是不是 董事 28歲 28歲 台船董事 是嗎 都是這樣 你看 只要你是這一個 跟隊人最重要 國王的人馬 管你是有沒有經驗 反正就安殺職位給你 而且一丟下去那職位 就是足以撼動三合 所以這個國家亂了套 當然文三伯 我們看著 沈志會在立院裡面 要質詢蘇貞昌 關於教育方面的問題 結果蘇貞昌以小人之心 渡君子之父 他以為是這個 陳菊他的這六小福 在高雄玩的那一套 小學堂那一套 結果耍著嘴皮子卻 打不出三四為八得 看來一個隔魁做得 好像比里長還不如 以前說 宰相度來能清純 隔魁本來就是算是宰相的 結果我也想不到 我們來割政府用這個 這個隔魁當中的一個人 專門買來提借韓國瑜的 專門買來提借高雄市政府 專門買來提借消費我們高雄市民 來做行政議長 不費為了要達這個政權而已 政權保衛戰 當然在這裡看到我們目前 行政議家的行政官員 面對到立法院 那個尖端刻薄的態度 真的八成都給你放在心肝 慢慢不怕你找孩子而已 明年一定會給你算中小 我們這裡立法委員 又打拼 又打拼 沒關係 明年我們特地替你們 做一個主張 再來我要跟你講 剛剛說江耀宗這個是一個例子 他已經跨過滿久 我剛剛還在提一個消育證 你知道他現在還在幹嘛嗎 消育證你敢知道還在哪裡 還在高雄市政府上官的 這屬性不然你去探 探不到我們三拼 社會沒關係 這要跟你講 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最大 最大都不一樣就這樣 當中有學法的人 但是民進黨學法的多厲害 執法 玩法 弄法 你敢知道韓國的當時 要想換 還沒有裁刀 國營需要不是一樣 所謂你補多少 國營需要在裡面 你補多少裁刀多少 那個財政的八大韓國 叫將官金融的黨署長 以前說我翻了千萬條 要自己照 現在國民黨沒有 吃不下 現在換民進黨處理 那句話不要說 共產要更逼 所以我在這裡 我們也要給大家做一個活躍 是不是 俄法律的人 給他那種專業就好了 法律的人不要介入政典 法律的人跟政典各作為 剛好 南南作為四 第一件吃不下 超算吃到四年 甚至台灣中華民國 都幫你拌一拌 到外面你捉幾口沒白 我不會騙你 我是蓋住活躍 俄法律的人 替出政典 用你們專業為何 政典這條風險 這樣分公合作 中華民國照味 但月明 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柯文哲嗆這個城區 經過整個綠營群體來 做護航的動作 但一卡皮箱 300萬在高鐵上面 高鐵的動作現在態度 在立院是如此的囂張 內政部長也在販賣那王國桿 可是現在蔡政府要拚那 連任大業支持 手段在張 都無所謂吧 對 其實民進黨執政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向來不問是非 只問立場 是不是自己人 是不是綠營自己人 而且是不是關係有夠親近 所以你看 陳菊花會不會被動 不會 司焰案完全燒不到他 他的護衛隊有多少對不對 多少人擋在外面 完全燒不到他 陳明文他何許人言 他是英系大將 掌門人 這麼重要的一個角色 怎麼可以讓他在立法院裡面 遭受攻擊 所以連高鐵的董事長 都可以這麼的囂張 面對立法委員 他是民意代表 他是代表民意來監督的 你看他的態度這麼的傲慢 他在財委會 那個態度從上一次質詢那300萬 到今天你看到這個情況 他都是這麼的傲慢 他為什麼敢這樣子 因為他覺得他這樣的表現 在民進黨裡面 是會有掌聲的 在民進黨裡面 其實上面高層是會賞視他的 因為這個叫做護駕有功 護足有功 護對人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底下 民眾要問的是說 你讓民進黨執政下去 他這麼不問是非 然後只維護自己政黨的利益 跟政黨的立場 這樣下去 我們中華民國怎麼辦 就是他變成他什麼 都是私相授受 什麼只要是自己人 然後通通都護著 什麼好的利益 都是自己的人來當 自己的人做錯事 要不要緊 不要緊 大家通通 大家就是集結起來 然後保護就對了 台灣我們要變成是一個 沒有是非的地方嗎 什麼事情 只要民進黨說了算嗎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執政之後 你看他國會過半 總統 蔡英文拿那麼多票 結果他完全執政 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完全執政 完全的分章 所有這一些國影事業攤開來看 年紀大的超過65歲沒關係 我在修法 再多幾年 就是要讓我自己的人 做上那個國影事業的動作 分封了多少人 整個華航體系攤開來看 寄生華航 綠營的人全面的攻佔 吃相這麼的難看 這個一攤開來完全執政 讓他完全酬庸自己人 我覺得很多的民眾 真的要想清楚 再讓民進黨執政下去 整個中華民國的體制 會不會給他吃乾媽淨